我们刚刚用的软体叫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2008 但是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在网路上下载 原因是因为这个版本是收费版 专业版 它叫Professional就是专业版 所以专业版你是不能下载 但是没关系 它有免费版 免费版不叫Visual Studio 免费版叫Visual C Sharp Express 而且它只有C Sharp的语言 它没有支援VB 你要支援VB 你可以另外再下载VB的那一版 Visual Basic Express那一版 那在这里呢 我们稍微Google一下 其实你就很容易找到它 请记住这个名词 Visual C Sharp Express 我在找图片 我应该找网页 找网页 然后呢 这里就有Visual C Sharp 2010 Express 对吧 我们直接找 Download 好 Download 好 Download 那Free Developer Tool 有没有 好 那就是 Studio 2010 Express 然后这里它有 有很多个版本 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有哪些功能 那Developer的 有哪些功能 那For Windows Phone的 那我们这学期 你只要下载这个 这个版就可以了 For Windows Phone的 因为我们没有做手机程式设计 所以不需要下载 For Windows Phone 那Web Developer是用来写那个网页网站 所以你也不需要 所以只需要这个就好了 好 那这个Visual C Sharp Express 这里Install Now English 你就直接给它按下去 那至于 接下来的安装呢 就是下一步大法 一直下一步就好了 好 那这边 各位应该很容易找到 不过为了让各位更方便 来 这里有个麻烦 我有设安全认证吗 他会记住你这台电脑 好 OK 那 为什么要用Facebook了 因为 我们要让各位来 加进我们的社团 目前呢 这个社团只有两个成员 两个都是我 那请各位呢 为什么两个都是我 各位知道 一个人是不能成社团的 所以我只好开两个账号 然后把自己加进去 懂吗 所以两个都是我 那现在呢 就请各位呢 我签回去 你直接 上Facebook打这个 网路大学四川程式设计 每个人都要加进来 我在上面点名 OK 那这个东西呢 我会拿来当做 评量你们平时成绩的参考 谁在上面问问题 问了好问题 加分 对不对 谁在上面回答别人的问题 加更多分 对不对 那谁在上面什么问题都没问 那就不加分 也不扣分 那但是这牵涉到平时成绩 OK吗 所以请你一定要进来 还有 还有一件事就是 有人已经进来了 是不是这么快 马上 马上就看到了 超高 好 我们忘记他的名字 好 来 那 如果你 你整个学期 我都没有看到你加进来 你这门课就当 OK啊 所以请你用真名 用真名 如果你非得 如果你非得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一定不能用真名的话呢 请你在上面 编辑一个文件 然后把你的学号写上去 然后你的假名是什么 这样我才知道啊 对不对 不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随便用个 用个假名的话 我到时候对不起来 你就没分数 OK吗 一定要让我对得起来 好 那现在就请各位去先加入这个社团吧 哈哈哈